记者曾德荣台北报道,余湘泉日前被暴露卫视中文台歌神庆上车时,不仅迟到,还在节目桥段中狂乱暴打锦荣。 主持人康康,王仁复金出席节目记者会,两人都表示,当天没看到余湘泉与锦荣对打过程,但都帮忙缓甲,余湘泉当天找不到路迟到。 康康认为,余湘泉可能因为过去不好的经历,很怕被放大解释,因此很紧张一直道歉,表现也很卖力。 康康也还原当天现场状况,录影过程气氛很好,后来担任评审的黄国伦搞笑说要提早走,改找包小松,包小白来带打。 康康当下不敢计划,只亏黄国伦他爸爸是余天窝,把气氛援回来。 余湘泉也笑得很开心,完全没有异状,制作单位对不时爆料也一头雾水。 余湘泉,右,日前路歌神竟上车被曝失控打锦荣,左。 翻射字典书,康康,右,王仁甫,左。 卫视中文台提供。 卫视中文台提供至家由保健习客房。 最重要是哪一天是够的天 tier,太子,非常多。 感谢观看